Hello,大家好 说两件事情吧 第一件事情就是 要让自己吃苦,以苦为师 第二个就是以戒为师 为什么说要以苦为师呢 就是 人生的福是有限的 福的话,你还是留到晚年去想吧 年轻力壮的时候,还能动的时候 就多吃点苦 像我,我跳舞 我是小的时候跳舞 后来不练了 但是原来有下腰啊 劈叉都是可以做的 但是不可以,现在不可以了 所以我,但是我也没在意它 就一直也没练了 最近把它练起来 为什么?我要让自己吃苦 我要让自己忍那个 压腿那个和下腰的那个疼 其实并不很疼 我只是想让自己吃这种苦 磨砺自己的忍耐 所以大家也不妨就是 主动的去磨砺自己的忍耐 这比被动的去接受 要好一些,我觉得 但是不管是什么方法吧 主要是忍 然后,这就是为什么要以苦为师 忍住了这些苦 你就境界提高了 你就自在 就是什么条件我都行 你真的是大自在 然后呢,以戒为师是什么? 就是给自己定几套戒律 我就一定要守住这个 为什么? 因为你,你守住这个 证明你能守住这个 所以你要一直去做 你要证明给自己看 我能一直做到这个 如果你能做到这个 那你也是大自在 就是什么条件我都能做到 什么我都可以 那你就是真的大自在 不受限 表面上看是受限 但是其实是不受限 这就是真空和假有 和真有和假空 假有和真空 嗯 加油 我们下期再见